那这一次呢 就是后来我们有听说 说有教会有刘志雄牧师 因为很多人都认识他 都听过他的信息 包括我自己过去 也听了他很多的信息 我是非常的尊重他的 当我们就是想要问问说 这些牧者谁打疫苗的时候 有人说他也打了 他也是持支持态度的 然后我后来就 弟弟姐妹就发了一篇 他讲到的信息给我 我听了以后 我觉得这个里面问题挺严重的 所以我就在我的推特上 我就发出去了 我就说请大家有空的人 去听一听他讲的这篇信息 我也发给杰克不去听了 所以我们个人都对他的信息里头 都有一些觉得是有问题的东西 那我们还是先请莉莉来谈一下 你是听了他这个信息 你有什么感想 我最开始接触到这篇信息 是我们在这个反对 新冠MRI疫苗的这个群里 就反征群里面 那么有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们就提到说 刘志雄长老最近刚刚在特会中 就是六月份的特会中 专门做了这个专题 题目就叫做天路课的顺服 然后我能够看得出来 就是从其他弟兄姐妹的分享中 对这篇信息有很多的不满意的 或者叫做质疑的地方 然后我就说那我也去听一下吧 我自己呢 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在怎么听刘志雄长老的这个信息 但是我本人是非常尊重他 因为他这些年来在各个尤其是这些福音派的教会中 都在传福音啊 进行这个呼召的这些传福音的工作 所以很多教会都在请他去 然后我自己也参加过他很多次的这个福音特会 但是我就是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说他会做这样子的专题 然后尤其是在现在的这样的时代的背景的下面 然后讲到这个天路课的顺服 我就去听了一下 我自己听完了 就是浑身都非常的难受 就是觉得哎呀怎么会这么 我这么一个一直都非常的尊敬的一个老传道人 一个这么样有名望的一个教会的长老 他现在所教导的这种所谓的天路课的顺服 是和我们自己心里很多的感动和领受都不太一样 因为他在里面有讲到说 我们这些基督徒要来顺服这个在上掌权的 无论是是乖僻的还是就是说是不好的 foolish的这些君王在上的我们也要顺服 那么叫政府的这些法律法规啊 无论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我们都要顺服就是我们所遭遇到的这些东西无论是公益的还是不公益的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我们大家都要来顺服 然后他也讲到说我们这些在遇见不公平不公益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是感度不感言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抗争 但他说你看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有这个能力可以去抗争对吧 但是他没有 他是存心忍耐以至于死 却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我心里在想 耶稣基督他之所以愿意上十字架 这乃是神的旨意是对人的这个救恩的救赎的计划中的一部分 所以耶稣基督他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他不是顺服人 他乃是顺服天父顺服神 那么我们在这个世上现在的这种大环境之下 我们都知道这个全世界都就正如圣经里面所讲的 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 我们怎么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大家很多的基督徒其实心里非常的痛苦 因为看见大选的舞弊 看见这个育苗的强制 看见很多的人被这样子的蒙蔽 那么我们所看见的这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发生 我们是要去顺服吗 就这样子的默默无声的被领到那个宰杀之地吗 我在想说如果一个不公平不公义的政府 他连我们自己做我们身体的选择 打还是不打都不给我们 你要是不打这个育苗 你就没有工作 你不打这个育苗 你就没有上学 就不能上学 你不打这个育苗 你甚至于连出门都不能购物等等 他限制了你这些一切的自由 然后逼迫你去接受 我们所知道的这样的一个独争 那你说我们是要默默的忍受去接受去顺服 所以我在听完他这个信息的时候 心里就有非常多的困惑 同时我也觉得有很多的不赞同他的信息的这个想法 然后我在想到说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神所向我们世人啊 神所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叫你们要行公义 好怜悯 成千辈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你看神把这个公平公义 放到了何等样高的一个位置 因为这个公平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 慈爱和尘世行在他的面前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就觉得公平公义其实是我们基督徒 应该要去努力的去追求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次也是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命令 所以 你分享一下我也跟你讲 其实你讲的这个东西有理由 我以前也跟别人讲过 就是要公平公义对吧 但是后来有牧师指出 说你不要理解说 你要用你的手去争取一个公平公义 而这段经文神的意思是 叫我们自己的行为要公平公义 我们个人 就是做事要公平公义 后来我就不知真的 我本来也是拿这段经文去讲 我就跟你分享一下 我不知道我没有 后来我就不再拿这段经文 跟别人去 好像去要求张三要求李四 我说对 那我就要求我自己行行为公平公义 我想在一个现今这样的一个世代 很多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所收到的教导 就是我们要顺服 我们要顺服这个在上掌权的 无论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政府 我们要为这些在上掌权者的来祷告 然后来接受 来顺服这一切的规章制度 那这段让杰克普分享一下 你刚才提的是个问题 确实是 而且你其实已经给了答案了 杰克普你觉得他说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 就是要顺服 这个刘志雄牧师这段经文中间 你有什么领受 我也听了下他的这个 他的这段这个讲道 我是觉得他以前 这个刘志雄牧师这个人 我也是像你一样 我也是对他很有敬意 就是我刚刚心底的时候 我们经常去听他的一些 关于婚姻家庭这方面的一些 一些这方面的演讲吧 他在这方面 有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观点都很不错 但是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他 关于讲到关于这个顺服掌权者 这个这个话题 那我觉得 就通篇来看他 我的印象就是他一直在强调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对于掌权者的这个 这个态度和这个责任 那当然经文里面是有这样的一段话 就是要顺服掌权者 但是这个经文其实 他还有下半段 他他下半段 他是讲这个 呃 这个掌权者他应该怎么样 他应该怎么做 对啊 所以你不能说只是呃 就是叫什么呃 断章取义的 只截取前面一部分 来告诉我们这些基督徒 应该如何去顺服 而而单单不提这个掌权者 他应该 他是不是应该也要顺服上帝 因为如果一个掌权者 他不合神的心意的话 那我们对他的这种顺服 那就是那就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前提 所以他没有提到这后面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他只是强调 单方面强调前面的 的为了顺服而顺服 这个我觉得 至少在我看来就是 他不是一个全面的一个表达 我是这样的 而且作为掌权者来讲 呃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从这段经文来看 似乎好像我们要 无条件的去去顺从一个 一个掌权者 不管他做任何的不义的事情 那这样的话我们 我觉得从逻辑上来讲 呃 或者从常识上来讲 也是说不通的 因为如果说 我们要无条件的去顺服 就像就像刘志雄 不是他说的 如果只是为了顺服 你为了顺服的话 而不提后面那一部分的话 那么如果这个世界上 都是这样对待掌权者的话 那不会有 不会有这个政权的更替 因为所有的人都必须顺服啊 那就没有反对者了 那这个这个执政者 他可以永远的去执政下去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历史里面 他并不是这样的 有很多执政掌权者 他是被推翻的 他是被取代的 那这些事情都是神允许发生的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 呃 我觉得恰恰说明 执政掌权者 他也是有 一定的义务 他有他的责任和义务 而不单单是说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基督徒 我们对掌权者有一个责任 有一个义务 这个掌权者 他自己本身也应该有的责任和义务 这个是对等的 就是说你不存在说 完全没有责任的这个权利 没有义务的权利 这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 在历史上很多掌权者 最后都被推翻了 只要他行不公义的事情 或者不符合神的心意的事 神就会去拣选一个 另外一个掌权者 或者兴起另外一个 一个有力量的人 去把他取代 这也是可以 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 所以他们就会讲说 神是会兴起别人去推翻他 不是叫你 你知道吗 你基督徒的责任就是顺服 但是别人也可能是基督徒 我是讲 其实这个答案 刚才莉莉已经讲了 我们顺服 就是要顺服神 然后他经文中间讲到的 说执政掌权的 就是那个乖僻的 或者是那个foolish的 就是那个 他说是愚蠢的吧 你都要顺服他 这个他没有好好的 真的再仔细去想一想 他这个上下文 他其实念到中间 有一段经文说 那个就是那个执政掌权的 是叫作恶的害怕 你知道吗 所以他既然讲到上下文 下面这边这一段文字讲到说 你要顺服的那个政府是什么 是叫作恶的害怕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些 都不是叫作恶害怕的 像我们现在美国的拜登政府 他不是叫作恶的害怕 黑明贵呀 那些这个什么变性人啊 都不害怕 安提法呀 都都都 你们土豆啊 你们的总理土豆 那些坏人不怕他呀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这个 这个执政掌权呢 我们反对的 他们 他们不是叫作恶的害怕的 首先这一点 他把这个 他把这些词 twist 就是让你 让你 偷换概念 莉莉刚才已经给了答案了 就是要顺服神 然后刘志雄在这个 在这个信息里头 他的错 就在这点上的错 我就想 我就想 我当时就听了 听了两遍 他给我的时候 听了两遍 今天我从DC回来路上 我又听了一遍 我就觉得他很 很严重 在这个信息里头 他几次 偷案概念 很严重 我当时真的 我是觉得说 不可能啊 这不是我以前认识的刘志雄啊 他这个中间讲到这个 就是执政掌权的 其实圣经上这个是讲的 叫做恶的 害怕的执政掌权的 实际上这个人 他虽然是很乖 乖 就是性格不好 然后或者是脑子很愚蠢 但是这个政府的 就是政府的这个法律 法规还在那个地方 但是他 他是在执行过程中间 他可能有点糊涂 对吧 他可能脾气不好 态度不好 但是他只要执行 这个国家的这种规矩的 你都要顺服他 因为国家的规矩是叫做恶的 害怕 所以 所以他不是讲说邪恶的 如果是邪恶的 你要顺服他 那好来 那拜登我们顺服他 可是你看不是这样讲 这是一点 第二点 他在信息中间 他几次偷换概念 他讲到说 而且他还嘲笑 他对圣经的观念呢 有几个 就是他就是不同的态度 你比如说人家举例子 讲说 不顺服的 你说那个接生婆 他自己举例的 他说有人会用这几个理由来讲 那个接生婆 就没有顺服 那个埃及 这个政府 对吧 法老 他把那些 以色列的小孩留下来 他举了这个例子 他是带着嘲笑的口气 然后他还举了另外一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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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战以礼的 那个几个朋友 就是不拜那个 那个金像的 他也拿出来 就是不顺服 政府的嘛 不顺服 尼布贾尼萨的 那个法规的 法令的 他拿出来 讲的时候 这个就是真实的 不顺服这些 恶 恶 恶法的人 是圣经记得很清楚的 他拿出来讲的时候 居然是用嘲笑的口气在讲 我说你 我觉得说 你对神的经文 一部分你要用的 你就尊重 那部分你不要用的 你就不尊重吗 这个就是真的例子呀 是这不尊重 他们不顺服 那个恶法呀 恶网啊 这个是真的 就是就是真的例子存在 对吧 还有 他讲到说 呃 就是在 这个 有一部分基督徒啊 是非常积极的 反对堕胎的 然后他们 他们 积极到一个地步 他们认为堕胎是 against的神的 所以呢 那些给 给人堕胎的那些 他们可以去 打死那些 给 给人堕胎的 医生 我就很奇怪 我 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啊 我周围的基督徒 没有一个说 说要去打死 那个堕胎的医生呢 他从哪里听来的呢 他把那个非常 极端的 个别的 邪恶的 冒充基督徒 出来做的事情 他把他按照这种 说热心的基督徒啊 为神大发热心的 积极的基督徒 做上去 他这种样的讲 就是非常的 就是堕死 让人影射到 现在那些 起来反对堕胎的基督徒 但是这些人 现在起来 反对堕胎的基督徒 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听到一个人 说要去把那些医生给杀了 因为你在信息里 讲一个极端的 邪恶的例子 你把它按到人家 这些热心的基督徒身上 你这是干什么呢 你作为一个牧师 你不可以这样子讲啊 是吧 还有一个他讲到另外 另外一个例子 他说那个2020年大选 他也是讲 说一部基督徒 就是什么 他也是讲 讲的就是很 他就讲的保守派的这些基督徒 这是我们的基督徒 他说他们认为这个大选 有就是有作弊 被舞弊 不公正 他说不公正 说然后呢 就说这一批人就说 所以我们对政府所有的 什么政策法规 我们可以用武力去 去是干什么 就算还把他打倒 反对推翻 推翻他 这是从哪里来的话 我从来没听说过 我觉得这个都接近造谣了 几乎 所有的爱国者认为 大选被被盗 舞弊的人 没有一个说要去拿武器 去把这个政府消灭掉 没有人啊 我没听到呀 他从哪里听来的 他把这个就弄到这些 要去揭露这个大选舞弊真相的人 投上去 那些基督徒 他这个讲法真的 我觉得 作为一个这么有影响力的一个牧师 他真的实在不能 在神面前 能够就是指着自己的良心 把这个话能够去讲清楚 我反正我走到现在 包括人家那些不信主的 他们也知道大选舞弊 那些良心承认的人 他们都没有说拿枪去把政府这些什么法律法会给你闭掉 没有啊 哪有人 尤其是基督徒 更没有人说 他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安到基督徒 上来呢 我觉得很奇怪 所以 你们可以再继续分享 还有哪些东西 这是我听到的 我刚刚讲的那个我刚刚正好我这周就更好跟一个朋友也是个一个牧师吧 他有个机会 他就是他聊到那个川普的这个包括那个1月6号事件 谁在做事情是吧 没有没有我就移动一下座位 他基本上都是按这个主流媒体的这种报道的口径在讲到这个事 是说你们他说川普为什么要煽动那帮人 然后来破坏这个民主制度 然后如果说什么有什么不公平的你可以自己去通过什么法律渠道去解决 就这种类似这种论调 然后他他他并没有太多的去了解这个事情 然后只是听单方面去听那些媒体的报道 就认为说川普是在煽动这个这些暴民 然后来来破坏这个这个民主制度 然后我 我我参想 我我相信很多的牧师他们到今天都不相信大选是被到被盗治 对对对对他们不相信 他们不相信他们到现在都不相信 对 他们不不不认为说这个2020年的大选是被盗的 所以 这个你刚才讲的是你们的牧师吗 不是是我认识的一个牧师 OK 不是我们教会 但是呢 然后我我感觉他在很多的一系列的问题上包括什么环保议题 包括一些 呃就是现在比较热门的时髦的那些话题 基本上他获取的信息都是来自一些主要媒体过的 对实际上他作为牧师当然我并不是质疑他的能力 呃他可能对圣经也很懂 然后他讲出来的所有的隐形据点这个方面 这个当然他是比较专业的 但实际上在聊到一些关于时事政治这些问题 他其实他理解也非常的在我看来是非常的浅显就是比较浮浅 他甚至分辨不出左跟右有分别 在他看来可能你们政治上面的左派右派是不是就是无非就是两种选择吗 他认为就是像苹果和橘子的选择 就是无所谓好坏了 只是换一种口味而已 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看来 其实左派右派就在政治上面 呃其实他是有他是有一种属灵的这个内涵之在里 因为左派本身就是就是偏离的 他们偏离着这个传统的这个价值跟信仰 才会成为左派进步主义 所以在这点上呢 虽然他是牧师 但是我认为他对于政治的理解其实并不是太深刻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话 但是他同时他又是任何一个牧师 他都是可以说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他在他的那个圈子里面在这个教会 他其实是可以影响到很多的一些一些会有的会众 所以他们的这种对政治的这种理解 这种这种不完不完善的理解 他们其实是会会绊导一些人在我看来 那莉莉你有接触到 就是他们认为大选没有舞弊的牧师吗 其实我是知道的了 有很多的就是把自己关起门来做基督徒的 或者是说关起门来服侍教会 经营教会的这样子的在上的牧者 或者是教会的带领人 他们很多都不相信大选是被盗的 他们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觉得说我们还是要应该相信政府 还是要应该相信CDC 还是要应该相信FDA 这个就是因为他们从上 他就还是相信的 那么我其实我再举一个例子 也是我很难过的 就是我认识有一个姐妹 这一辈子都在教会服侍 很爱住 那么他把自己的孩子呢 也教育的非常的爱住 很好 家里面一家都是新竹的 但是呢我那一天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说他打了三针 打着这个育苗 然后身体 他孩子也打了三针 身体呢开始出现一些状况 那我当时就说 我说你为什么要去打这个 他说啊 这个政府推动我们去打呀 我们就是顺服嘛 你知道 所以呢 这个顺服这种观念啊 这个教导啊 是深深的植入在教会的 很多这些一辈子服侍的 或者是很追求很爱住的 这些弟兄姐妹的里面 但是他们不知道说 世界是发生什么 那我就说 我说如果是在上掌权的 这个政府 它是一个公义的政府 那么我们顺服 那么他的这些法律法规 也是和神的这些真理 不相违背的 是是契合的 那我们肯定是要顺服 基督徒本来就是要来顺服这些 但是如果说 这个在上掌权的政府 它是一个邪恶的政府 它是一个不公平 不公义的政府 那他所推行的这些东西 你为什么要去顺服呢 我就问他 其实现在他们也已经看见说 这美国已经在这样子的一个 非常可怕的光景的里面 大家都知道 现在所发生的生病的这一切 我们就不需要再重新再重复 他们都看见了 所以他们其实也知道说 这个在上掌权 现在把这个国家治理的 这么样子的 肯定是有问题 所以当我跟他说 这个在上掌权的 不公平不公义 我摸被什么还要顺服的时候 他就不说话了 但是我很难过的一点 不说话是一件好事 就没他会去思考了 他去想了 他去想了 然后呢 我也很感恩的一点 就是当我跟他讲到这些 然后他自己也看见 身边的很多的例子 包括教会里面的很多的例子 很多弟兄姐妹 甚至有些牧者身体 出现了很严重的这个状况 尤其是打了BOOST之后 出现了这样 他也在思考 他说哎呀 这么可怕呀 这么可怕 然后呢 我们给他推荐 我给他推荐的一些解读的方案 他也现在在开始的积极的 自己在用 也让他的孩子在用 就是在排读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慢慢的人 还是可以从这个被蒙蔽 被谎言欺骗的这样子的光景中 还是可以觉醒过来的 但是我们首先还是要把这个 关于这个顺服的这个话题 这种错误的这个教导 还是要把它重新的回到 圣经的真正的真理的根基上来 就是顺服神不顺服人 一点都没错 然后这个牧者呢 如果他是顺服神 他是执行神的旨意的 我们就顺服他 他如果不是执行神的旨意的 我们可以提醒他 然后呢 我觉得啊 如果神圣灵感动我们跟他说 就是指出来 因为我过去知道说 有些教会里头 就这样就分裂了 其实我们可能圣灵 没有感动我们去 当着全教会的人 去撕破人家脸皮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去干这个事情 我想人回转或者醒过来 是有时间的 然后这个不顺服神的这个政府 我们也要祷告神 看看神给我们个人什么感动 我其实问过我们今天的牧师 他说 你就按照圣灵对你的带领 做你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去做 就行 我停一下 有一个我们的会众 在底下发的言 我觉得这个人讲的特别有水平 我先给大家听 他说在当时的文士和法利塞人看来 耶稣从来都是一个异类 和于当时的宗教社会环境格格不入的人 他向来特立族行 也从不依附法利塞人的势力 他遵从的只是部分犹太人的律法和传统 在大部分时间都在批驳和声讨当局 耶稣的做法应该是我们的榜样 至于耶稣的某个蒙徒 在某一封书信里说了什么 要看他当时写作的环境和他所要表达的 是对具体人群的指导 还是对人类社会所发布的绝对真理 蒙徒书信中有很多都是他们个人的意见 比如像谁问安和建议谁喝点酒之类 我们尊重圣经是神的末世 圣经里面充满了神对人类的启示 不过如果把蒙徒的书信里面的每句话都绝对话 当做绝对真理 那可能是把蒙徒当成神了 他说的我基本上 说的太好了 这个人的水平是相当的高 下回可以邀请他来参加这个节目 其实我有刚才就是讲到这个耶稣 就是莉莉讲到说顺服神 耶稣当时是顺服神以至于去世 那在在刘布施这个刘长老的信息里 他就让人误以为我们要顺服牧者 你知道吗 就是你在教会里要顺服牧者 因为他在里面批判的时候 还批骗某把某些人特别拎出来 说某些人是特别喜欢对教会批评论断的人 批评教会的人 到毛病的人 然后他还还有讲到什么呢 他说教会你胆敢去讲教会啊 你们知不知道教会是耶稣的心腹 Yes 教会是耶稣的心腹 可是你的教会不一定是啊 耶稣的心腹是哪一个教会啊 是那个神在其中的那个教会 是普世的教会中间 其实你看启示录里头七个教会 只有那个艰难困苦里头的 那个被神责备啊 其他所有教会都有问题 哪一个教会 你能指出来他是耶稣的心腹呢 其实耶稣的心腹那个教会 是神自己预备好从天上下来的人 所以人不要把自己的教会 搞得那么大 自己就是神 我的教会就是神的心腹 你不可以来批评论断我的教会 不可以这样的 地上的教会真的要 牧师们真的要在这个点上 真的要好好的去读 去捡脸自己 我们虽然是个没有用的小民 但是我们也不至于 就是我们读经圣灵会带领我们 会教我们 所以在这个点上我就觉得说 哎呀 我说这个刘牧师现变的 真的我是都不敢认识了 我感谢主啊 这位听众就讲了 保罗彼得到死都是罪人 都有很多的缺点和局限 为何后代的基督徒 要把他们的书信中的每一句话 都当成神的话 他们的话和圣经中记录的 耶稣说的原话 甚至和先知所称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 那些内容都是不同 不能同日而语的 彼得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 并没有特意说明 我这封信上的所有内容 都是神说的 对因为很多是记录历史 所以就是 刚才莉莉也提到那一段经文 就是神已经对我们说了 他现在向我们要的是什么 就是行公义 我们行为公义 行公义好联名 我们要好联名 存谦卑的行与我们的神同行 其实中文里头有一句话 你敬诸者赤敬莫者黑 你天天与神同行的人 也会越来越像耶稣 神会负责把你教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像耶稣 还有就是刚才莉莉提的 没有打开来讲的那一段 就是耶稣来到地上 他默默无声 他不是不能说 他乃是来了 就是为了上十字架 还有其中有人提到说 不是就是刘志雄提到的 说这个就是你要动刀的 就会死在刀下 他用那节经文说明 耶稣不要人动物 不要人反政府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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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死 其实那句话是也是就是刚才像我们这个这个这个叫观众讲 他是在特定环境里的一句话 你不能把它当成普遍真理 因为当时耶稣要上十字架了 他正在执行神 让他上十字架的这个来到地上的这个任务 你谁来拦住他他你谁肯定是会死掉的 没有人可以拦住神让耶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 所以你要去拦的话 彼得去拿刀去剁那个剁那个什么什么人的耳朵 大吉斯普人的耳朵 这个这个彼得是凭着自己的这个好像自己的好心 想要去血气去救耶稣 他不明白神的旨意呀 所以这就为什么耶稣叫他收刀入鞘 你不要干了 你愚蠢啊 你在阻挡神的旨意成就啊 你如果再继续干下去的话 你就只能死在刀下 因为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 这是一个当时情形下的一句话 他们把他当成实在在普遍的真理 还有我就想要问了 如果耶稣说 就是要顺服以至于死 对吧 还有打左脸给右脸 那那个兵丁打耶稣左脸的时候 他没有把右脸伸出去给他打 说你在打 耶稣问他 哎 我说的不对吗 我说对了你为什么打我啊 你看耶稣他没有把右脸伸出去啊 所以人不要把那个 有时间和环境限制的那句话 当成普遍的真理 现在很多的牧者讲的这个话 真的误导教会 让很多人变得真的foolish 非常愚蠢 就是被控制在那里 不能明白神的旨意 对不起我讲太多了 好 莉莉分享 刚才莉莉想讲话 还好 我还是觉得我们要顺服神 然后还有就是每个基督徒 我觉得想就是真的自己要和神 有一个真实的关系 因为我看 他的这个这一篇讲道啊 就是收看率还蛮高的 然后很多人都在那里点赞 所以我就想着说 哇 这个基督徒 对这么一篇有问题的信息 你自己不去好好的求问神 对 就是缺乏这个分辨率啊 那么很多人就是一看啊 一个名目 这么样子的德高望重 在教会服侍这么多年 对吧 各方面啊 写了那么多的书 教养孩童啊 什么的夫妻关系啊 然后等等 这么一个有名目的 有名望的一个名目 在这里讲 他们就上去就点赞 那你自己要听一听 到底在讲什么 那么他所讲的东西 和你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 是不是matched 我通常我听一遍道的时候 圣灵会让我里面有感动 或者是说 我真的从这篇信息里面 能够得到很多的安慰 造就 鼓励 很多这些东西 我也很多时候 神也借了这些好的信息 向我的心来说话 但是如果一篇信息 我听完以后觉得 这么样子的不在劲 就浑身都难受 就是整个人就不对劲了 这肯定是something's wrong 因为神的灵是在我们的里面 这个是恩高的教训 而且我们每个人 就算你是一个不信主的人 这个良心良知都还在里面 那么我们也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懂得分辨的 我想现在很多这些 虽然还没有信主的人 但是因为他们关心这个实证 他们了解世界在发生什么 他们也有这个 作为一个人的这个common sense 正常的那个逻辑思维考 这个这些东西 他们看见这个政府是有问题的 他们也看见大选的舞弊 他们看见这个育苗的推动 这个育苗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们是顶着这个压力 宁可没工作 或者是被逼迫 他们就是不打 但是呢 他们看见很多的基督徒 真的就是如同那个 带宰杀的羔羊 就被领到那个被宰杀之地 就去接种了 还说是我们要顺服 高高兴兴的 所以其实在华人的教会的当中 接种率可以说百分之九十 现在你去问你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 或者是你的牧者 没有接种的有几个 能够 我能数出来的可能就是 就是一个手掌这么多 真的 绝大部分都是接种了 所以就是我们难道要顺服到这样子的地步 我们被领到这个宰杀之地 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 我们就这样子去死吗 这个不是一个小事情 接下来大家会看见 育苗后遗症所带来的严重的这些疾病 甚至死亡草 这个也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东西 如果你仔细的去看这些科学的数据 去看身边的这些例子 你不要听主流媒体的东西 你多上一上这个电报群 看一下这些反真 反对这个独争的这些群组 他们在发生 他们在讲身边所发生的事情 在讲自己的亲人所发生的事情 甚至就讲自己的事情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可怕 那我记得当时在推动这个 推动打育苗的时候 我也在劝教会里面的 很多的弟兄姐妹不要去打 那有一个姐妹跟我说 她说哎呀我都祷告了 心里很平安 谁让我去打 我真的很难跟我说 想说我们都是信的同一个神 那么我们祷告的是同一件事 我们祷告的都是说 我们要不要去打这个育苗 对吧 我想很多的基督徒 都会在问说 我要不要去打 都在祷告 那么为什么祷告的结果不一样呢 我的祷告的结果 就是我心里是非常strongly 就是反对这个东西 就是让大家不要去打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 那么为什么你祷告出来的东西 你说我的心里很平安 我很平安 所以我去打了 那还有一个原因 我想问一下 会不会是因为你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员专家 你会心里面本来就有数 这玩意不安全 我觉得也不是 因为很多人家不信主的人 他们也能够看到这个问题 人家也很多人也没有去 没有去接种 对吧 然后很多人说 我们打了 我打之前我祷告了 我心里很平安 很平安 我才去打的 但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什么呢 后来因为在一些分享的场合 比如说一些fellowship或怎么样 在分享的时候 我就忍不住 又把这个育苗的负重油 跟大家来说 我说的 说完了之后呢 那个姐妹又跑来跟我说 她说 哎呀你不要再说这个东西了 你不要再说了 因为很多人听了心里很恐慌 很拒 很怕 不要再说了 这个你不要再说了 你出于怜悯他们的缘故 你出于爱他们的缘故 你不要再说 这个育苗的负作用 我在想的时候 对呀 对我在想 我在想说 你当时打之前 你说你好好祷告神了 你心里很平安 你才去打的 那为什么当你听到 另外一个人的声音说 这个育苗很多的负作用 现在出现了很多的这样子的情况 你为什么心里会恐惧 既然是神给你的 这样子的 confirmation 你又了 从神来的平安 你才去打呢 那么别人说什么 你就不应该惧怕呀 你还是应该有平安 对对吧 因为你的平安不是建立在 别人说什么的基础上 你的平安是建立在 神对你的带领上 因为神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 如果说你真实的听见了 神对你的带领 你听见了神的声音 听见了圣灵在你里面 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安全的 是有效的 是可靠 你去打了 那圣灵负你的责任 神负你的责任 对吧 还有五分钟 我就有一个观众 他讲的这个话 我觉得对你这段话 是很有就是互相呼应的 这个人他说我个人从来都不太认同 林恩派的东西 但这次大选疫苗事件 让我对福音派是否具有最有圣灵的同在 是否是最好的认识神的途径 产生了深圣的怀疑 我就跟这位 这位叫三马哥 前面那些评论也是他写的 我觉得你要从一个 从你目前的状态来说 我觉得神在你身上是在做事的 神是个灵啊 神是个灵 一定要知道 如果我们拜他 不用心灵诚实 然后耶稣呢 也在临走之前 他说的 我去了 父会赐下圣灵来 保会师来 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所以如果你不是圣灵带领你的 你是牧师带领你的 我觉得从现在开始 你可以重新考虑了 真的 圣灵是又真又活的 他一定会带领你进入一切的真理 让你明白神的真理 所以我们现在因为还有 还有四分钟 那个杰克文你有没有话要讲 谢谢这位观众啊 刚刚听到大家讲了很多都很好 但是我有个问题啊 就是马上这个 我们又教会又要重新再聚会了 然后我们不可避免的 就会遇到这些牧师啊 这些基督徒啊 就他们对疫苗是完全持着肯定的态度 那将来就会 大家会 会不约而同会聊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人 我们怎么样去跟他们讲 我们认为 我们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那对他们来讲 他一定会认为你在诅咒他们 或者说你在故意的 就像刚刚这个Lily说的 你在你在恐吓他们 那他们 而且他们打完疫苗以后 我看到很多人 他走出来的时候 你从表面上看也没有什么分别 就像就两年 两年不见 但是实际上打过疫苗和没打疫苗的人 看上去都没有什么分别 跟两年前没什么分别 大家都都活得好好的 那你怎么去让这些人相信 他们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Lily你觉得 我想我想是这样子的 很多人身体上出现状况 但是他未必会跟你分享 尤其是打了boost的 然后很多人好像表面上看起来 还OK 但是实际上未必是这样 而且因为这个疫苗的中长期的副作用 他是要有一点时间 要take time 才会显露出来 那么现在有很多 比如说成人猝死 平时你看得好好的 走着走着 倒在地上就死掉了 或者是突然一下子就是 心脏病爆发心梗了什么 突然就死掉 或突然老中风 或者躺在床上就是 很多人表面上看起来都好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说 就像您刚才谈到的 回到教会 那么怎么样子来跟我们身边 所爱的这些弟兄姐妹在讲这个事情 我想有一点 就是说我们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 当我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不是真的 我不是诅咒你 因为谁都知道说 大家你好 我好 一团和气多好的 你为什么要说让人家不舒服 听了心里不爽的这些事情呢 但是因为我真的爱你 因为我不希望你活在这个被谋蔽 被欺骗 被引到那个宰杀之地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样子的那个日 那我就想着说 如果是你是一个真正的是 谦卑的 有耳能听的 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 当别人在跟你说到 这些育苗的副作用的时候 就像我刚才讲的 那个老姐妹 她听见了 她虽然说她打了三针 但是她听见了 她愿意去接受这个排毒的方案 然后她也是一个和神有真实关系的人 我想神也会救她 她自己在神面前 我跟她说你要好好祷告 我说那个保血 基督的保血 可以洗净这一切的这些病毒的 这个育苗所带来的这个毒副作用的这些东西 排给你排毒 然后一方面也要积极的 吃这些有效的排毒的方案的这些supplements 还有Level Marketing一位举述 她也在做 所以还有一点 莉莉这个排毒你给大家讲一下 不要具体讲了 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应该从哪里找资料什么的 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见 包括这个American Frontline Doctor 他们的website上 还有已经去世的那个大胡子医生 哲联科医生 他也有很好的解读方案 然后我也推荐大家去多多的 看收听 还有去看那个江里大哥 江里talk 江里鱼大哥 就强林大哥 他们所做的一系列的节目 还有他和文杰进行了这个文杰播报的节目 他们都有非常详细的告诉大家怎么样子去解读 能不能麻烦你把这些链接能够放到我们节目下面 好 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健康一加一 也有一些 他们也谈到这个解读的方案 所以我想还是有很多的方法 是可以来帮助我们来排掉身上的一些赌的 尤其是你如果只是打了一针两针的 还没有打boost的 你千万不要再去打boost 然后积极的采取这些脱毒的方案 同时在神面前好好地来求神医治 我想绝大部分的人还是可以得到医治的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讲到说回到教会 我想就正如那个圣经里面所讲的 无论得时不得时 你总要传福音对吗 像我们这种情况就是我觉得 你无论得时不得时 你还是要把这个真相的东西要告诉他们 那么我觉得至少我看见一个好的方面 就是当我来跟这么多人在分享 这个疫苗的副作用的时候 那么即便是那些他自己已经打了两针 甚至于三针的人 但他听见这么多的这些消息 然后呢他们心里就还是会对这个疫苗 会产生极大的这个concern 完了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在推 这个小小孩鹰海六个月的 已经也开始在打了美国 那我所知道的我身边的很多的这些年轻的父母 他们就不给他们的孩子打 因为一直在听这个关于疫苗副作用的东西 他们听见了一些真实的信息 虽然他自己可能在很早的时候 因着这个谋逼欺骗或者是因着逼迫 mandate他打了 但是他至少他不给他自己的孩子打 对吧 他没有说是有像一些真的 哎呀我也看见那种 很很可怜的那些小小孩 就是婴孩啊 或者是两岁 他们不能够为自己的身体做什么决定 他们的这些决定都是父母给他们做的 父母就把他们抱着去去打 真的不知道会对这些孩子产生什么样子的将来 他们的身体产生什么样子的严重的影响和后果 我就觉得心里真的特别难过 但是至少我看见说我们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 当我们不停的反复的在跟他们传播这些真相的东西 那么他们不带他们的孩子去打 那么把那个下一代能够保住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 好的 所以就像说得时不得时吧 总要说真话传播真相 但是我相信啊 莉莉姐妹心是非常的好 我也知道她是一个寻求找那个资讯特别快的人 所以她给的很多的建议 我就觉得特别实用 特别有用 如果你们今天听了莉莉姐妹讲的话 不要给孩子去打疫苗 你就是聪明人 如果听完了以后还给孩子去打疫苗 你就是foolish people 真的不是说骂人啊 一定要自己保护好自己孩子 还有一个我跟那个杰克布讲一下 如果你遇到这种人 你还是祷告 神让你感动 不得不说的 你最好私下里单独跟他talk 你就问他 你说你是不是这个有打这种疫苗 有这种想法或者 你说我心里头有感动 我跟你讲 他如果听就听不听就拉倒 我觉得啊 就是好东西也不是硬要塞给人 神就是人下地狱 神也给人自由下地狱 真的 我这个话说的很难听 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就是跟圣灵有关系 圣灵叫你去讲 那个柴有果效 圣灵没叫你去讲 你去讲的话 他嫌弃你 没必要做这个事 就每个人真的就是只能为自己的身体负责 为自己的行为 因为人不可能对别人有太大的影响 甚至连我身边的家人我也没办法影响 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办法 我们就是学功课与神连结 就是那个上面那个三马哥 非常感谢你给的那么多评论 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能感觉出来 但是一定要跟圣灵建立关系 好吧 那我们你们一人一分钟再讲一句话好不好 莉莉你先 打疫苗的弟兄姐妹 我觉得一方面是来好好的来寻求神 另外一方面就是积极的脱度 然后不要不要再打boost 也不要带着你们的孩子去打 尽量的传播真相 然后相信我们的神 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 因为我们无了生死 我们的生命都是在神的手里 好谢谢 杰克 我们今天聊到这个关于顺服 顺服掌权者 就是保罗其实这种教训 他当时是有个前提的 就是政府的命令 他不能与神的真理是相比处的 如果这个神 如果这个政府 他本身是敌对这个神的 或者是敌基督的 那这样的这个政府 我们基督徒还有 还有必要去顺服吗 我觉得这个是个问题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思考 因为现在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目前的执政党 这个政府 他可以说有很多的 这个政府的一些 一些法令 这个规则 其实都是在违背圣经 违背这个神的真理 所以我们一味的顺服的话 那只会 然后只能说是这个 这个助走为虐 不能 这种行为完全不能荣耀神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们自己要分辨 什么是 什么是和神心意 这样的顺服才有意义 不然的话 我不认同这个 这个 就是熊牧师的这个 这个说法 阿们 我最后这一句话 我就来念一下 这个三马哥 他最后发了一个 一个回应 他说 他叫我们是指的耶稣 他 他叫我们能承担 这新约的执事 不是凭着字句 乃是凭着经义 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 经义是叫人活 经义 获作圣灵 那个经义 就是跟圣灵 应该是同一个 哥林多后书 三章六节 是吧 然后连蒙徒自己 都警告后人 在担任新约的执事的时候 不要凭着字句 也许那句字句叫人死 冥冥之中 就是对今天的预言吧 就是他今天听我们节目 跟我们有这样一个互动 然后和里面的那些意思 经义真的是叫人活 就是圣灵是叫人活的 所以谢谢这个三马哥 最后给了我这个总结的话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跟大家再见了 再见 观众朋友们再见 好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好 再见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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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